好 來 下一條 幼稚無腦 逞胸鬥狠 對 這個就跟開車一樣 像我老公有一次載我跟小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很愛就是逼車 明明前面已經慢慢停了 你為什麼不能有一個距離 都要弄到那種好近好近 但是還沒有貼上去的那一種 我一路上已經跟我老公說 慢一點 慢一點 不要離那麼近 等一下如果人家突然煞車 那個撞上去很麻煩 然後老公就一直在那邊 我在開車你不要吵 對 碎唸 對 開開開開 前面那一台車一下停一下開 那前面已經紅燈了 那前面的車當然就是要慢慢停 我老公又急 他就說 這個人開車這樣不行 停在他後面 人就下車了 去前面再給他叩叩叩叩叩 那人家那個是阿弟仔 然後阿弟仔就開始在那邊 講一些什麼 年輕人 對 你是要怎麼做什麼 你要怎麼 對 一聽到 對 我老公就整個暴躁 我老公說 不然你是怎樣 他們會鬼打講這一句話 對 你一直在那邊嗆來嗆去 最後阿弟仔開車 一陣這樣就 掀完我老公身上飛梯 然後又這樣坐來坐去 我老公就跟他扭打成一塊 然後我在車上我想說 花頭髮 好幼稚 你知道嗎 能不能透露一下你老公幾歲 快45啊 45歲的成年人跟阿弟仔在那邊扭打 很無聊 然後我還想說不行 這樣打下去很難看 你也人高馬大 你喊超嘉賀 你會說 我就要下車 我想說 你沒有加入戰權 還要下車去加入戰權 我要加入了 你應該站起來比阿弟還高吧 還高啊 當然啊 一下去 你不把他扭掉 還是這樣 把他的頭推在那裡 然後他就 我那時候還想說好 那個前面副駕駛有人 要不然就我下去 你們兩個在那邊打 我就要去跟那個副駕駛講說 你不下來 但是至少勸一下 勸阻 結果一去 我一拉開那個副駕駛座 是一個孕婦 哎唷 我整個 婚倒 氣炸了 我就拉著 我老公又拉著那個男的弄 就是把他們戳開這樣子 然後 我說你們到底後面的車 已經停了十幾二十台了 到底有沒有要開車 不要那麼幼子 而且你老婆還懷孕 我車上又兩個小孩 我說你們到底是有完沒完 那你們剛好扯平 好扯 對啊 就你們是不是不能好好開 是不是很愛在那邊 那他你罵了以後 他們有沒有說 還是一樣在那邊 就一定要這樣嗆完 他們才甘願上車 你有一次不是也發瘋 在一個停車場那個人 你是家樂福還是什麼 然後你就怒暗 怒暗那個 南港高鐵站的地下停車場 那邊 一 二 三 有三條 其實 我以前很熟 但是就半年 因為那疫情也沒有機會坐高鐵 所以我要開下去 我稍微猶豫一下 因為我在想是左邊中間 還是 因為最旁邊那個會上立體的 所以我在這邊猶豫 我必須講 就是一秒鐘而已 只要一秒鐘 你確定 是不是你以為一秒 但其實是了幾分鐘 又不是在天堂 一天等於一年 就是一秒鐘 我稍微停頓一下 因為我在確認 是不是中間這一條 然後後面那個人就 那個八 我那個八很急促 好 我跟你講 我的人 我的個性 我就壓下來 然後 就必須要開下去 對 我就開下去 然後 我就一直看後世界 那個人也是尾隨我 然後下去以後 當然路就比較寬了 我就故意停旁邊 讓它越過我 變成開在我前面 好啦 你開在我前面對不對 換我在後面對不對 他從B1 你繞到B2 繞到B3 我就 他從後照鏡 看到到底是誰運鈴 我管 無所謂的 無所謂 沒關係的 在那一個瞬間 我放棄一切了 就你一個人嗎 芽芽 芽芽在旁邊 沒有 就我一個人而已 好容易放棄一切 那一件 我放棄一切 對 我只為了泄憤 對 太氣人了 真一個公平 國華富貴從你嘴巴裡說出來 真的很有差異耶 真一個公平正義 真一個公平正義 你拔我 我拔回去 真奇怪 我停一秒不行 你在急什麼 對啊 對啊 你就拔他拔三層 對 拔他三層皮 你拔到他繞出去 他不想他贏 對 沒錯 就B1 B2 B3 他又不敢下車 他從B3又繞到出口 然後就在我面前 變成一個小黑點 就不見了 他也不敢下車 一趟一趟 嘟到笑耶 因為你嘟到笑耶 所以 不用怕那個 不用怕很兇 因為兇的人怕笑耶 對 真的 他更瘋 你就是說你兇 我就發瘋給你看 他不要最大 我都不要榮華富貴了 所以 這時候我最大 不要最大 好 下一條 不知輕重緩急 對 我跟你講 這個是很突發的事件 就是呢 急性腸胃炎 很痛苦 很痛苦 因為你不只是你知道 下半身已經沒有感覺了 你的那個食道 我覺得都要已經 你知道灼傷了 這麼不舒服 而且我是一個很能忍的人 我是能不看醫生 我就不看醫生 所以你看我常去醫院 代表我真的都忍不了 都是很嚴重 然後那時候我就真的說 受不了 這個狀態我已經 吃也吃不了 然後完全沒有力修虛脫 我說我們可能要去一下急診 他就也很好心喔 開車帶我去急診 那請問去急診的SOP是什麼 是什麼 開到急診室門口嗎 對啊 讓你先下車啊 然後醫護人員 推病床或輪椅來上去 然後就進去開始報到 做檢查 這是這個流程 他的流程不是 很奇怪喔 他的流程是 車開到急診室的那個路口之後 路過 我說你要去哪裡 要啊 要啊 他要先找到車位 他才要讓你去急診 所以你人還在車內 我還在車上 為什麼他不能讓你先下車 他在路過急診的時候 我並沒有下車喔 我是眼睛在看了急診室三個字 然後我就跟他車一起走掉 然後他又沒有醫院的停車場 他是要路邊找停車位的那一種 你知道等到他找到 我就說你為什麼不能讓我先下 他說不行不行 那樣子如果我擋在急診室門口 帶你下去的話 會擋到後面的車子 這樣不行不方便 我一定要找到車子 你才能下車 等到他找到 我要下車的時候 我已經整個人是脫離了 脫離了 我已經沒有辦法走 我是叫他去急診室推輪椅過來 把我推進急診室 我沒有辦法走路了 那不是多此一舉嗎 他去把你在門口放下就好啦 而且有醫護人員 我醒來 就是我好了以後 就是我很認真跟他討論這個問題 我說你是不知道急診室 到門口的時候會有醫護人員來帶我嗎 你覺得你有需要離開這台車子嗎 他說 我就不知道啊 我想說一定要先找到車位 那態度還這麼清楚 你一找到車位的時候 我都已經死了 對啊 這個重點是男人對車子很奇怪 車子比命還重要 對 這到底是為什麼 奇怪 老婆可以痛死 但是車子不能沒有車位 不能被拖掉喔 對啊 劉浦你有同樣的感受嗎 對 因為就是 有時候作秀完一整天很累 然後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然後有一次他來接我下班 我就已經餓到 就又餓又累 已經餓到快要死掉了 然後他就是 堅持要在台北市一直繞 要找那個免費的停車位 然後已經路過了很多個收費停車場 我就說那就停這邊好不好 我真的快餓死隨便吃什麼都可以 他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免費 但你們也知道就是 台北市的免費停車位真的是 有時候要碰運氣 對啊 因為有些停車的那些停車場的費用 真的是太驚人了 一小時八十一百的 對 什麼半小時 什麼下十 越來越貴耶 那種我想說 所以有時候看到路邊 真的有停車格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的命運不錯 命帶停車格這種 那幹嘛不多繞一下 省一點點錢嗎 可是你都繞30分鐘了 對 繞太久了也是 興致都沒了 所以我找到 你會想說